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从纽约开车开了一个小时 来到这个是新泽西这边 这个是二手市场 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卖二手 也有新的东西 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其实但是不是很冷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这个是拷贝钥匙的 3块钱一把普通的 5块钱就是好一点的钥匙 这个衣服 一件衣服5块钱 然后这种的话 15 价格其实还可以 这边的堂位一般都是二手的 新的就是在上面一点 各式各样衣服啊什么盘子啊什么 这边连自行车什么都有卖 这里面的占地面积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要把这边挂完的话 大概起码要 要最少要半个小时 这个地方很大 这个就是说那种叫做跳蚤市场 英文翻译过来叫做跳蚤市场 英文叫做free market 就是美国就是一些地方都会有这种free market 纽约大城市的话会少一点 像纽约的话 它那边就少一点 因为纽约的是属于 寸土寸金嘛 地比较值钱 纽约市的话 那纽约上周的话 它地就比较大 旧的东西就是不要的东西可以拿到这种地方 买卖 但是这个地方它是要收费的 不要做那种自行车 第二面这边就是旧的产品嘛 你到前面一点的话都是新的产品嘛 今天是那个星期六 所以说 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这种地方来逛一逛 打发一点时间 嗯 乡村的生活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那个安静 对个人也是不错 因为它这种地方的生活 时间一到差不多就要睡觉了 因为街道上面是没有什么车的 这个盘子也是挺漂亮的 挂了一圈 这个买了一个 然后小的这个买了两个 啊 继续挂 这边的话是 很多人了今天 星期六 那我就慢慢挂了 先这个买了 到这个